炎热的夏天 总让人忍不住想来一杯冰凉的饮料 现在的饮料店常常广告宣称使用天然砂糖 拒绝加工转化糖或无高糖糖浆添加 这些名词的差别是什么? 为什么饮料店要这样宣传呢? 原来砂糖在台湾主要取材于甘蔗 甘蔗经一年至一年半的生长期后 才能够加以采收利用 依蔗糖纯度的高低 由低至高可分为红砂糖、白砂糖、冰砂糖 常温下为固态,需溶解后使用 至于蔗糖是如何生产的呢? 台糖的制糖流程在甘蔗采收后 进行切断、压榨取得甘蔗汁 收集起来的甘蔗汁经过清净、脱色的处理后 就可以进行浓缩加工与多次的结晶和分泌 到此就接近完成 最后再进行干燥作业就可以包装出货了 不论是何种砂糖 起初的提炼做法都是一样的 之所以会成为不同颜色、形态的糖 在于精炼与脱色的程度不同 除了砂糖,另外一种常见的是糖浆 依据使用的原料不同 又可以分为高果糖糖浆、转化糖浆 高果糖糖浆亦称高果糖玉米糖浆 原材料是玉米 美国从1970年代开始就广泛使用高果糖糖浆 因玉米的生育期短 只需2至3个月即可收获 高果糖糖浆的制成 是将玉米淀粉经过酵素水解成葡萄糖 再透过葡萄糖溢购煤的转化 部分葡萄糖转变成果糖 常分为4-2果糖及5-5果糖两种 转化糖浆则是使用浙糖当作原料 当我们将浙糖和酸一起加热时 浙糖会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两种分子 这种方法所产生的物质称为转化糖 这也是转化糖浆的命名由来 因此,不论是从玉米淀粉或由浙糖制作而成的糖浆 因当中果糖与葡萄糖共存而不易形成结晶 导致转化糖总是呈现粘性液体的状态 也就因为其具有透明、液态且较便宜等性质 当然比起传统浙糖会有较广泛的应用咯 既然糖不一定从水果取得的 还可以从淀粉转变而来 糖有这么多种,要如何区分呢? 我们首先来认识糖和糖的差别 糖通常是吃起来具有甜味 而糖是所有产糖物质的通称 早期的生物化学家发现糖类化学式均可写成 CmH2ON M和N皆为正整数 因此把糖类称碳水化合物 糖类是含有多抢基的有机物 依每个糖完全水解时可分解出的单糖数量 区分为单糖、双糖、寡糖和多糖 双糖为2分子单糖聚合脱去1分子H2O 三糖为3分子单糖聚合脱去2分子水 四糖为4分子单糖聚合脱去3分子水 多糖则是N个单糖分子聚合脱去N-1个分子水 分子借由脱水聚合反应成更大的分子 这过程称为缩合反应 单糖的代表有葡萄糖、果糖、半乳糖为同分易购物 都易溶于水 葡萄糖为光合作用的产物 是生物体中最重要的糖 人体正常血液中含0.1%的葡萄糖 医学上称为血糖 人体透过小肠绒毛吸收食物消化后的葡萄糖 造成进食后血糖浓度增加 另外饥饿的时候 肝脏也会释放出肝糖 进而分解成葡萄糖 而影响血糖浓度 果糖主要存在蜂蜜和果实中 是甜度最高的天然糖类 甜度约为蔗糖的1.7倍 过去认为用果糖取代蔗糖 在相同甜度下可减少热量摄取 但已有研究认为 我糖可能造成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应避免过量摄取 半乳糖不能单独存在于自然界 主要来自于乳糖的分解 它的甜度低于葡萄糖 是婴儿脑部发育很重要的营养素 麦芽糖、蔗糖、乳糖则属于双糖 为同分易购物 和单糖一样双糖也易溶于水 麦芽糖由两个葡萄糖脱水 聚合而成 淀粉被淀粉煤水解 也可以得到麦芽糖 这糖主要制造原料为甘蔗和甜菜 是葡萄糖和果糖脱水聚合而成 乳糖主要存在动物乳汁中 由葡萄糖和半乳糖脱水聚合而成 是唯一来自于动物的糖类 淀粉、甘糖、纤维素属于多糖类的代表 三者均是由葡萄糖脱水聚合而成 淀粉主要存于稻米、玉米、芋头等植物中 绿色植物经光合作用形成葡萄糖后 进一步聚合为淀粉 检验淀粉存在的检疫方法是 把淀粉加到点溶液 点溶液遇到淀粉会呈现深蓝色 淀粉在酵素或细酸的催化下 会先水解成分子量较小的多糖、浮精 进一步水解成麦芽糖 最后变成葡萄糖 在吃饭时将米饭放入口中咀嚼一段时间 可感觉到甜味的原因 即为唾液中的淀粉酶将淀粉水解为葡萄糖的过程 甘糖由葡萄糖脱水缩合而成 为动物体内的能量储存物质 当葡萄糖供应不足时 肝脏可迅速水解肝糖 产出葡萄糖供紧急状况所需 纤维素是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 为自然界中分布最广含量最多的一种多糖 人体无法分解吸收 但可促进肠胃软动 具有清理肠道的作用 各位同学现在应该明白 不论是号称天然的砂糖 还是将玉米淀粉经酸化水解所得的高果糖糖浆 浸到人体后 其实成分是相似的 都含有果糖及葡萄糖 为了避免摄取过量糖 喝饮料时还是尽量选无糖的吧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 糖类是所有产糖食物的通称 又可称为碳水化合物 是含有多抢基的有机物 并且完全水解后 依可分解出的单糖数量区分为 单糖、双糖、寡糖和多糖 单糖的代表有葡萄糖、果糖及半乳糖 且这三者为同分易购物 化学式皆为C6H12O6 葡萄糖为光合作用的产物 是生物体中最重要的糖 果糖主要存在蜂蜜和果实中 是甜度最高的天然糖类 半乳糖主要来自于乳糖的分解 双糖的代表有麦芽糖、蔗糖及乳糖 这三者也是同分易购物 化学式皆为C12H22O11 麦芽糖是由两个葡萄糖脱水聚合而成 或是淀粉被水解也可以得到 这糖主要来源为甘蔗和甜菜 乳糖主要存在动物乳汁中 而多糖的代表则有淀粉、甘糖及纤维素 这三者都是由葡萄糖脱水聚合而成 其化学式如画面所示 淀粉主要存于稻米、玉米、芋头等植物 甘糖为动物体内的能量储存物质 纤维素是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 为自然界中分布最广 含量最多的一种多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